以前要打爆机就要讲攻略 现在可能就要斗身家 买这些点数卡 在游戏换武器 可以帮你快点过关 艺人王剑东的妈妈都买过 不过就是被人骗去买 没了八万元 这件事要由她媒夫给她的 一个WhatsApp讯息说起 她初初问我 你可不可以帮我 我买完就立刻连接收条给她 立刻WhatsApp给她看 她说对了 她又叫我再买 我买到原来的卡都不知道 其实她的职员也有点提醒我 是否需要买这么多还是什么 我又问对方 她说你给我买吧 主要我不知道那些卡是什么 因为她是做生意的 我以为她要金钱要周转 那个WhatsApp的头像是距离的 我没想过原来会被人 骗入来的 原来是骗徒 我整个恶炎了 如果是外人送给她 我觉得她会放弹 但一亲人那样东西 她就没有了那根墙 这是她的弱点 为什么每股手机被入侵呢 方法用另一部手机重新登入她的WhatsApp帐户 系统向她发验证码的同时 骗徒就带她朋友 哼她说出来 再登入账户控制 记得啟用WhatsApp的双部罩验证功能 记住一件事就是如果市民自己不啟用双部罩验证 万一不幸运骗徒去到骑劫了她的帐户的时候 而骗徒就会启用双部罩验证 到时真正的用户想拿回她的帐户 最长的时间要超过一个月才可以拿回自己的帐户